1910年4月26日,在霓虹灯照耀下的摩登上海,阮玲玉降生了。 由于父亲因病去世,过早地结束了阮玲玉的欢乐童年。 为了维持生计,母亲找到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当保姆。 贫苦的母亲积攒起微薄的收入,供养阮玲玉到冲德女校上学,希望她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以改变这个家庭的贫苦命运。 而阮玲玉也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一片心血,成绩十分出色。 有一次张家太太的前失窃,阮玲玉的母亲成了被怀疑的对象,面临被驱逐的命运。 这时,张家少爷张达民不仅主动承担罪名,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住处,阮家母女万分感激。 不久,花花公子张达民就成功地博取了阮玲玉的爱情,和她结为夫妻。 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为了跳出腐穴,欢天喜地地走进了狼窝。 作为一个母亲,她女儿能够嫁给一个少爷,当然是很高兴,她母亲就很愿意把袁玲玉嫁给这个少爷了。 可是,那时候袁玲玉自己也很年轻,自己十五岁,她不懂,她不懂什么叫爱情,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婚姻。 当时的上海正是中国电影业的摇篮,云集着大批明星和才子,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面对生活的挑战,美丽动人的阮玲玉绝技到演艺圈搏一搏命运。 明星公司正好招聘定影演员,阮玲玉毛碎四箭,竟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导演补万仓兴奋地对人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孩,凭着她的美貌和演技红遍了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演技代表了中国末篇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准。 就在阮玲玉飞升全国的同时,张达民爱上了跳舞和赌博,美丽的妻子成了她的钱贷和银行。 阮玲玉痛苦万分,试图以死来表达抗议,但这次死神没有收留她,她侥幸地活了下来,等待着另外一次苦难。 阮玲玉,她演了很多进步的电影,可是她自己思想上,唯一有这么一个进步的思想,因为她跳不出这么一个圈子,她一个婚姻是跳不出来,这个社会她跳不出来,她还没有勇气跟社会反抗。 从死神那里走回来的阮玲玉,把她的全部悲哀投射到了荧幕。 著名导演费木曾经问阮玲玉道,为什么你能把这些悲苦的戏演得如此动人? 阮玲玉答道,我如今虽然已经荣幸一身,但是不忘往日的飘零。 就在阮玲玉大红大紫的时刻,张达民终于露出了他吃喝嫖赌的羊肠恶哨嘴脸。 善良的阮玲玉玉不肯忍受,终于答应和张达民脱离关系。 所谓要去脱离关系就是说,要向阮玲玲要敲诈一笔钱。 所以脱离要他把今后几年的钱都交给他。 原来因为要摆脱这么一个毒鬼,所以也愿意到历史那里去写脱离关系的协议。 答应他每个月给他多少钱,给张达民多少钱。 可是他毕竟是脱离了这个苦海。 这时,以经营茶叶著称的大款唐济山,风度翩翩地出现在阮玲玉的生活里。 他的悉心呵护终于打动了女明星的芳心。 唐济山趁热打铁,为他在新闸路上的庆园村买下了一栋三层的楼房。 这是贫寒出身的阮玲玉,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园。 阮玲玉对这一迟到的幸福感到欣慰, 以为生命从此有了坚实的依靠。 当时所有的电影界的人,对唐济山的唯一人都晓得, 觉得这个人是不好的。 可是远玉玉为什么恰恰又要跟唐济山在一起呢? 我觉得这里头就是远玲玉本人的一个问题。 你想一想,他是一个很贫苦出身的, 他希望他母亲能够过好日子。 他当时嫁给张德明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愿望, 乔乔张德明没有让他实行这个愿望, 他很奢望。 远玉玉觉得能够嫁给唐济山的话, 他一定能够过过去,比过去更幸福的生活, 使得母亲可以更好的生活。 这里也不排斥他本人的一个虚荣心嘛。 因为这个唐济山,唐济山是莲花公司的老板, 他在莲花公司拍戏, 那无幸当中他就可以抬高他自己在莲花公司的地位。 但处世天真的阮玉玉随后再次陷入了重重危机。 张德明把阮玉玉告上法庭, 指控阮唐通奸, 伪造印章文书等罪, 指望从他身上继续榨取钱财。 而小豹和刘炎又包围着他, 说他贪慕虚荣, 追求奢侈生活。 唐济山这时也逐渐露出了其阴险自私的面目。 阮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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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 开庭是3月8号 就是他开庭的前一天 莲花公司的经理 李明伟 请客 过去跟远林约合作过的导演 孙宇 飞沫 吴用刚 包括朱世林 他们都 认为 第二天 远林要上法庭 这个官司一定会打赢的 绝对不会输的 远林问飞沫 他说我是不是个好人 飞沫说 你是一个太好的好人 在当夜的舞会上 让林玉快乐地翩翩起舞 没有人会料到 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狂欢 他们回家了 在车上有狗争论 回到家里 据唐吉山自己讲 他说我回到家里以后 我就睡了 他说我酒喝多了就睡了 半夜里头远林的叫 把我叫醒 问我是不是爱他 他才发觉远林的不对 就发现他已经服毒自杀 1935年3月7日深夜 一代明星服下预先准备的三瓶安眠药 平静地向喧闹嘈杂的尘世告别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自杀 但这一次 此神接纳了他的请求 十几个小时后 医院抢救无效 阮林玉终于永久地睡去 再也没有醒来 30万民众涌上街头 沿途为阮林玉送葬 在人们的记忆里 似乎只有大文豪鲁迅 享受过如此热烈的场面 人们为这个年轻美丽的生命的夭折 而感到了无限哀伤 阮林玉死后 唐吉山抛出了两封遗书 其中一封告社会书 谴责张达民的无礼纠缠 结尾连书两遍 人言可畏 另一封遗书 则是写给唐吉山的 信中有 我很对不起你 令你为我受罪等句子 这两封遗书 似乎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为唐吉山开脱 前几年 有人提供一个材料 就是说 阮林玉发表的遗书 就是唐吉山拿出来的 阮林玉的遗书 是假的 这为什么是假的呢 因为真正的遗书 是远云月正背了唐吉山 而且把他这个丑恶的灵魂都揭露出来 真正的遗书也是两封 一封也写给张德铭了 他写给张德铭是这样讲的 我亦被你逼死的 哪个人肯相信你 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 每月又经历一百块吗 你真没有良心 现在我死了 你大概心满意足了 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 其实我何罪可畏 我不过很慧恨 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 第二封信是更重要的 就是写个唐吉山的 他说写山没有你迷恋某某 就是他当时另外一个外遇 姓梁的一个丁一女 他第一句就讲 没有你迷恋某某 没有你那天晚上打我 今天晚上又打我 我大约不会这样做 究竟哪封信是阮林玉真实的遗书 至今还是一个谜 但不管怎样 阮林玉还是早了 他短短的一生中 上演过二十九部电影悲剧 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有的自杀 有的入狱 但最终 他却成了自己的爱情悲剧的主角 为了向卑鄙的世界抗争 他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